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新眼光来到了9月28号 我们要读的经文到了下一准书 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 我们写这封信向你们陈述那起初就存在的生命之道 这生命之道我们听见了,亲眼看见了 是的,我们已经看见,而且亲手摸过 这生命出现的时候我们见到了 因此我们要向你们见证并传扬那原来与天父同在 而且已经向我们显现了的永恒生命 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也传给你们 好使你们能跟我们共享团契 这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 我们写这些是要让我们大家的喜乐满意 现在我要把从上帝的儿子所听到的信息传给你们 上帝是光,他完全没有黑暗 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跟他有团契,却仍然生活在黑暗中 我们就是撒谎,行为不合真理 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光明中,正如上帝在光明中 我们就彼此有团契,而他的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便是欺骗自己 真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 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错过错 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等于把上帝当作撒谎者 他的道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约翰一书一开始就显明了生命之道 这个道是从起初并且开始以及存在 为何我们需要来谈生命的道理 这是因为我们要回应当时候的社会背景 犹如我们前天在读的彼得后书一样 因着有许多的假教师在教会与信仰群体当中 传不是真理的神的话语 因此开始他们用文字记录下来 并且广传正确上帝的话 我们要如何得到生命的道理 我们需要上帝并且悔改归向上帝 将上帝的话摆在我们生活的当中 不单单只是看过 而是我们需要经过消化 需要经过反思 需要经过一个沉淀之后 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所教导我们的样式 并且这会让我们没有妥协 最基本的就是摩西所领受到的十戒 再来就是耶稣所颁布给大家的 给你跟我的罪心的诫命 约翰不断的告诉当时候的群众 这件事情都是我亲身去经历的 有人要认自己的罪 因为我们人都是原罪 我们人都带有原罪在这世上来出身 因此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他所牺牲的一切 将我们生命里面的罪 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因着十字架上的钉横 得到了救赎 赦免了我们的罪 若是我们骄傲 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 那上帝的道 就与我们 与你就无关了 因为这是唯一的真理 因着人的软弱 因着人的有限 我们才看见上帝的伟大跟怜悯 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透过上帝的话语 并且恳求圣灵 能够来查验我们的心 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宝座前 与上帝面对面 与天父能够有美好的团契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来恳求 祝我们人出生就带有着原罪 祝但我们不害怕 我们也不退缩 因为有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保险 祂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 洗尽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从有罪变成无罪 祝但我们也恳求你 让我们在这个当中 我们不再进入到那个我们明知过犯的过错里面 主也恳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 若是我们有未查验的 求上帝你亲自的来显明 也帮助我们悔改来到神你的面前 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属你样式的基督徒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行出神你的旨意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Amen Amen